言文哉族 書接上回 上回就講到 裁縫師傅 黃龍生 就來和孫中山讀身 做大總統的禮服 那麼宋凱玲呢 就一尾讚她 黃師傅啊 哇 你這樣的工藝水平啊 在我們現在這裡真是鳳無倫國小友小見 真是國際水平啊 黃龍生就興起了 一定要幫宋凱玲 度身做幾件新款服裝 那麼宋凱玲呢就帶她上樓 孫中山呢 就留在下面繼續 和宋家樹在那裡聊天 孫中山就說 喂 我這次呢 一定要和你安排一個角色的了 我想了很久 你到底做什麼好呢 喂喂喂 我不想做啊 我什麼官都不要的 我不是和你開玩笑的 喏 你說得出來呢 是頭號的大功臣來的 你又有管事 我安排你做事 我並不是說我自己私心的 好了好了 別說這麼多了 如果我恨做官 我不如早點抓你見官呢 那時候 世太后 出大價錢 一萬兩百銀 還有一個義品大官啊 好了好了 我不是和你開玩笑 我也不是和你開玩笑 說清楚 你一定我做官 連憑銀也沒得做的 孫中山十分感慨 唉 我一生人 有你這樣的朋友 亦都說依然足而落 宋家樹來喝多一口茶就說了 喂 有件事呢 我告訴你 你不要發火 他們設計的國旗啊 是五種顏色的 是紅黃藍白黑 是表示五足共和的意思啊 喂 你千萬不要又和大家爭吵啦 看來呢 六號東設計的清天白日旗 只好做海軍旗啊 孫中山就想了一想 我可以拿去做黨旗的 其實呢 孫中山早就知道 五色旗的設計人就是宋交人 江捷聯軍進攻南京那陣呢 打出了面旗就是五色旗嘛 宋家樹見到孫中山呢 沒有發火 沒有堅持己見 心中就放下一塊大蛇 他真是擔心了 為了面旗 又是惹出風波 這樣就不好了 孫中山這個人呢 真是空襟廣闊 沒有又念舊的人來的 唉 那個神台貓屎張太炎呢 神爭鬼厭了 沒有人理睬他的 唉 孫中山 在白亡中 居然兩次派人去找他來聊天 這位老先生呢 這位老先生呢 居然是敗架子嘛 散散來齒 整個大學者那樣的派頭 走路就左搖右擺 說話就怪聲怪氣 一句短短的說話而已 拖到整匹布那麼長啊 他那批打扮呢 又古怪了 所以來到門口呢 唉呀 差點被守衛趕扯的 孫中山就非常客氣 在客廳門口迎接他 又吩咐馬商和尹惠俊 我有客人啊 不管誰來了 叫他在外面等 孫中山對張太炎真是認真給面子 孫中山和張太炎進了客廳 尹惠俊就順手關門 他在外面十分厭惡地說 這個老家伙真是討厭的 你看他 那個臭小子彎的腰好像蝦米一樣 那年他不是輕風作浪 經常想賭孫先生的桌子 孫中山這份人真是 要理睬他才行 馬商就鬥他一眼 喂 你別說那麼多話行不行啊 不出聲說你啞的嗎 幹什麼呢 幹什麼呢 你那家孫先生都說嘛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嘛 為什麼不讓人家說啊 那時候呢 陳其美來了 馬商就說 孫先生吩咐 他在裡面有客人 誰都不見啊 哦 英國公使來了啊 不是 又是那個張太炎先生咯 喲 喲 孫先生 我真的沒有他辦法 只是東國先生來的 在那時候呢 大廳就傳來吵吵的聲音了 嘩 聖鎮雅面啊 陳其美人另一另頭 神經老又發神經了 你猜他做什麼啊 自己拿來衰的 我然 那個張太炎呢 好像一隻亂咬人的癲狗一樣 走來走去 動手動腳 你不用說啊 你不必多然啊 你 我看不出 那個王兄啊 他就是想做總理 正是司馬昭之心 路人皆可見 喂喂喂 你這樣說不對啊 你不能夠這樣來 侮辱王克強 你在國內 其實你比我更清楚啊 攻克南京之後 大家一致推舉王兄做大元帥 他都堅決不肯做 王克強 是個沒有野心 不求名為的正人君子來的 你怎麼能這樣侮辱他呢 張太炎一時間 無話可說嘛 他又另開話題 你說 那革命黨的目標 就是打倒滿清 現在滿清就倒台了 身為革命黨 你何必跟人爭官奪位 你不成體統啊 全中山就搏他了 第一 滿清政府還未倒台 第二 就算滿清倒台了 建立共和 都還要有一批為民為國的人人 志士出來負責領導的嘛 你看 現在各省獨立了 但是軍政府都督大部分都是以前的舊官僚的 他們搖身一扁 除了滿清的官服 穿上民國的制服 依然在這裏發號司令 還站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嘛 那怎麼能夠叫我們放心才可以的 你呀 你怎麼能夠提出說革命黨應該自行消亡才可以的 張太嚴一時又啞口無言 哈 但這個家伙死都不認輸的 他又叛屁說句 好了好了好了 我免得跟你拘捕這些無謂的問題 哈 我研究我的學問 你要研究學問 這是你個人的選擇啊 但是 你不能夠隨意來詆毀革命啊 喏 你如果願意辦學呢 我可以為你籌錢 派你去當大學校長 哈 我這次路過新加坡啊 見到陳嘉庚先生 他捐了大筆錢給我 他又很願意出錢來辦學 哈 哈 你呀 真是想得這樣的辦法來整我 你想將我趕出政治舞台是嗎 哈 你呀真是過分啊你 喂喂喂喂 是你自己提出禮 說要研究學問的嘛 張太嚴呢 又是發朗禮了 好好好 唉 我不說這些東西 不過我看你呀 說明你根本就不是一個治國平天下的人才 喂 我從來沒有說過我自己好本事的 我現在不過是勉為其難的 我最適合做醫生治病救人 其次呢就是辦實業 唉 對了對了 你何必出來這麼多東西呢 你最適合啊 做一個秦媒大使 周遊四海 去籌錢是最適合啊 孫中山呢 還心平氣和在開解他 喏 你現在公開散佈 革命軍卿革命黨亡 你這些口號十分有害啊 你以為誰最歡迎最擁護你呢 朝廷那個張建是最擁護你 他寫信給王兄啊 他說呢 我們應該馬上就取消革命黨 他說你自己革命黨人都這麼說 都說不要了 喂 什麼人贊成消滅黨 什麼人反對 這都是一目了然的事嘛 我都有點奇怪 你什麼時候變得敵不敵 由不由我不我呢 張太炎一聽整個跳起身 手指睹到孫中山的鼻子裡 你你你啊你啊 你大膽啊 你居然敢說我不分敵我 我張太炎怎麼會糊塗到如此地步啊 你說 孫中山還苦口婆心地圈著他 你不是那麼衝動 我和你是老朋友 所以呢 我講話會重點 你不要見怪啊 我 我 我怪怪怪怪怪怪 什麼怪啊 不過 你對我和桃成章 一直有看法 你啊 你不要抱著成見來對待我啊 唉 我怎麼會對你有成見呢 如果有成見 今天我就不會找你來談啊 好了好了 過去恩怨一不勾銷 好嗎 不過 我還要對你說清楚啊 我不能夠認同你 也不能夠放任你 將革命一不勾銷 好多同志 為了信仰 而貢獻生命 和鮮血 你將他一不勾銷 你敢對得住鮮烈嗎 面對著孫中山 異正嚴恥 和誠狠 親切的態度 這次呢 張太嚴就一句話都沒有說 就翻翻車 在同一日 陳其美呢 就通知雲家兩個姑娘 立刻去辦公室見她 陳其美把一個銀包交給他們兩個 神情嚴肅地對他們說 唉 你們看看這個銀包裡面有些什麼 雲睿智就拿了銀包 在裡面呢 就拿出些銀紙出來 陳其美就說了 這個銀包呢 是蔣介石的手下 在雜不足的爬手 在他身上找到出來的 哦 我偷人家的東西啊 那又怎樣 陳其美就在銀包的暗格那裡呢 拿了一張紙出來 那你看看這張紙 原來呢 那張紙上面寫著 鳳兄大監 馬輝和普傳 已於昨日底戶 並潛入蝦童福地 請兄等靜候戒陰 跟著陳其美就說了 明天 孫先生要出席蝦童花園的宴會 我和蔣介石都懷疑 是不是滿清政府派了殺手來想暗殺孫先生 尹瑞絲就說 是的 他怎麼提什麼蝦童福地呢 陳其美就吩咐他們兩個 你們兩個聽著 從現在開始 你寸步不離孫先生 你們兩個 要眼觀綠露以聽八方 孫先生的安全 就放在你們身上了 好 請你放心 我們一定做到 尹瑞絲就說 不過這樣 你要孫先生 聽從我們擺佈才行 對對對 你說得對 就要聽從你們擺佈 從那天開始 尹家兩位姑娘 就不分昼夜 兩個人分早晚兩班 每天都在孫中山身邊守衛著 兩個人並沒有驚動到孫中山 沒有告訴他 十二月二十九號 那天是孫中山最忙碌的日子 一批一批客人 輪流來拜訪他 因為今天是南京國會選舉大總統的日子 溫維俊特別緊張 其實他也估計到 孫中山是一定當選的 但是他又擔心 萬一選不到時怎麼辦 那天 南京國會佈置十分莊嚴 十七個省的代表 在會議廳中央就座 旁觀直上 各界代表 新聞記者 坐滿了 十七個省 每省一個代表 一共十七個正式代表 投票很簡單 十七個人 計票也很容易 政府議長 是湯以和和黃寵衛 很快就宣布計票的結果 當時 全場殺分肅症 雖然大家都估到 孫中山一定當選 但是心情還很緊張 湯以和宣布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選舉 經十七省代表民主投票結果 遇下 孫中山十六票 黃興一票 孫中山先生 榮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馬君沒有一知 這消息 是馬君沒有一知 立即坐火車趕來上海報信 其實 那時候 黃寵衛 早已已經代表國會 發了電報給孫中山 祝賀當選 而且 請孫中山 儘早而嫁南京 宋海寧 也知道這消息 漏夜就向他老爸报信 天黑露滑 又落着雪 尹维俊就至高奋勇 陪他回家 宋家书已经睡着了 突然间房门 打开 吓得宋家书两夫妻在床上跳下来 什么事啊 宋海宁的大声喊 孙叔叔当选大总统 危贵真就骂了他一句 哎呀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 吓死我 没事没事 是我吩咐他的 一有消息就来报 那个宋家书穿着睡衣 连鞋都没穿 马上在衣柜拿出一串炮奖 小炮奖出来 回上上海的洗塵宴会就举行了 上海哈童花园 是十分豪华的别墅 哈童就是一位犹太富商 非常有钱有地位 是上海名人 他曾经帮助过孙中山酬钱 支持过革命党 所以这次孙中山回上海 哈童就去码头迎接 在码头的时候 就当场邀请孙中山 去他那个别墅 为孙中山洗塵 就答应了 不去又不是很好 所以那天 哈童花园真的官开混习 同盟会很多骨干都来了 上海的政界 军界 商界 名流都来了 各国的事节也来得不少 尹瑞智和尹维俊两个 心情的特别紧张 跟到贴 全部不离孙中山左右 研会就在楼下的大厅举行 哈童自欢迎此 孙中山自答此 重申中华民国对外政策 希望各国朋友 都像哈童那样 友好平等相似 哈童走过来对孙中山 竟走 看到混家两个姑娘 站在后面 他有一点不好意思 你们两位不如请进来坐吧 两个姑娘就推讨 不肯进来 孙中山就另转面 你两个进来 站在干嘛 我又不是来赴鸿门烟 尹维俊就顶了一句 我们是这样的了 我们是什么鸿门黑门 陈其没听到这么说 就差点笑出声 他一直都没心饮烟 吃饮都不知道什么味道 他双眼始终都望着孙中山 哈童又走过来 再一次请两位姑娘入席 尹维俊就说 我们还站在这里 我们是执行公务的 公务是上司派的 不能乱改的 哎哟 那孙先生就是你最大的上司了 不是啊 现官不如现官的嘛 孙先生不能够直接对我们发号司令的 哈童就对孙中山缩一缩膊头 哎呀 你这两位小姐太忠于职务了 我只要对这两位漂亮的小姐 表示尊重 那时候呢 大厅临时搭起那个小舞台呢 响起锣鼓呢 跟着就一场舞打气开演 那麽主帅都没曾那麽快上场的 就肯定是那帮出就出先 站又站边 死又死先 那些龙兔 所谓窩可出场先的 在场上 道窗并举 拳内脚枉 哎呀 看得你眼花缭乱 云家的两位姑娘呢 左望右望 一时就望着舞台 眼都不敢眨下 哎呀 突然间 尹维俊就发现 喂喂喂 台上有个演员 打关斗阵 他眼睛是出错 好像心神不定 心不在现那样 整天用眼睛瞅着孙中山 尹维俊就对着姑姐斩一斩眼 姑姐早就已经醒水了 伸手摸枪 那时候呢 那个演员打了两个关斗 突然站定 在腰间拿了枪出来 对着孙中山 哎呀 后事如何呢 轍待夏会分解